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会主席米歇尔 欧姆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视频会晤 中欧双方谈及投资 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此外 习近平强调 涉港及涉疆问题的实质是维护中国国家主权 安全和统一 在人权问题上 习近平强调 中国不接受人权教师爷 反对搞双重标准 欧洲多国疫情反弹 法国多个大城市确诊人数急升 法国财长勒梅尔也确诊新冠肺炎 病毒同时在英国加速传播 英国卫生大臣表示 住院人数每八天增加一倍 西班牙则成为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首都马德里部分地区9月21号起再次实施封锁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 欧洲疫情非常严峻 同时重申 隔离是抗击疫情的基石 日本新首相菅义伟9月16号正式就任 菅义伟新内阁的20名隔离中 有8人是安倍内阁隔离连任 5位隔离是首次入阁 其中安倍的弟弟岸信夫担任防卫大臣 河野太郎转任行政改革事务大臣 隔离人士安排最瞩目的内阁官房长官 则由后生劳动大臣加藤慎信担任 日本多家媒体1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新成立的菅义伟内阁支持率超过6成 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9月17至19号访问台湾 克拉奇是美台1979年转交后 到访台湾的美国国务院最高级别的官员 与此同时 据外媒报道 美国即将向台湾推出新一轮军售 并且是罕见地涉及多达7种主要武器系统 克拉奇访台期间 中国宣布解放军东部战区18号起 在台湾海峡组织实战化演练 根据台湾的消息 解放军两天内共派出37架军机 从多个方位逼近台湾 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温 围绕着台湾问题 中美两国的博弈正在深度地展开 台湾海峡可以说是风高云级 我们看最近特别是美国的副国务卿访问台湾 原来有报道说 这位副国务卿到台湾是要出席 美台的经贸的对话 但是结果他没有参加这个对话 而只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行程 他参加了李登辉的追思仪式 那么又跟台湾政府的这些高官 当然了包括蔡英文 包括行政院长 还有一众高官 分别举行了会谈或者是参会 因为从形式上来说的话 这个当然是美台关系的一次提升 毕竟这是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 首次由美国国务院的高官 继卫生部长之后 又美国国务院的高官访问台湾 这个对台湾当局来说 当然是一记强心争 所以蔡英文不断在强调 台湾跟美国的共同的价值观念 以及台湾对于所谓区域安全的重要性 那么跟以前相比的话 中国大陆方面的反应 也有了明显的不同 如果说过去中国大陆 对类似的活动的主要的反应 是发表声明强烈的反对 严厉的谴责之外 这次中国大陆军方的 几乎是同步的反应 也非常令人关注 我们看到解放军东部战区 宣布从18号 那么也就是克拉奇访台 几乎是同时东部战区 就在台湾海峡举行 大规模的实战演练 不是军事演练 是实战演练 那么另外台湾的媒体也关注到 就18 19连续两天 这个东部战区的 但反正是大陆空军的 多款的新型的轰炸机和战斗机 从大陆沿海的不同机场出发 多架次的飞临台湾海峡的上空 并且多次穿越了台湾海峡的中线 那么所谓台湾海峡中线 过去是一个 怎么说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 过去比方说 在两岸军事对峙的时期 一方面大陆空军 不像现在这样 没有现在这么强大 那么另一方面 大陆跟台湾从1958年的 金盟炮战之后 双方也是避免军事的直接对抗 所以大陆空军在台湾海峡上空飞行 通常它不越过海峡的中线 但是双方并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 那么后来到了我们看 马英九执政之后 两岸的关系相对的比较平和 那么大陆空军的战机 它也不会飞越海峡上空的中线 但是近年来已经开始出现 大陆空军的飞机 穿越海峡上空的中线 这次当台湾的空军的战机 那么紧急起飞 因为18、19号两天 据报台湾各地的空军基地 可以说是乱作一团 不断地要起飞 要监视大陆空军的飞机 那么有台湾的空军的飞机 那么接近大陆战斗机或者轰炸机 就是已经大陆空军的飞机 穿越了海峡上中线的时候 台湾飞机就向大陆的飞机喊话说 这里已经是海峡的中线 请你们马上掉头 但是大陆的飞行员 那么也高声地说 大声地说 不存在海峡中线 那么以这样的方式表明了 就是对于大陆空军来说 已经不存在中线了 什么时候我想要飞越 我就能够飞越 那么所以我们看 18、19号这两天的实战演练的话 那么已经就成为一种 随时如果未来有可能的话 需要的话 那么台海战事可以说是一触即发的 那么另外我也注意到 有军事爱好者们关注到 就是日前的大陆的央视 播送的关于军事的新闻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镜头 就是中国大陆的导弹 就是火箭军 他们在一次演习当中 模拟用导弹袭击了 那么一个目标 结果有军事爱好者发现了 这个目标是模仿 关岛的美军基地而建设的 那么也就是说 解放军的导弹 是以模拟的关岛基地 作为一个发射的目标 那么这里面传递的信息 也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台湾海峡如果一旦发生战事的话 而且特别是美军介入的话 那么这个战事 它就不会仅限于台湾海峡 它可能会扩及到其他的区域 特别是在外界一直在渲染的 所谓关岛快递 会不会在未来的台海局势紧张的时候 或者战事爆发的时候 关岛快递也会真正的出动呢 我想这会是不仅是军事爱好者们 我想这个也是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亮台纵横 本月的主题是 走向复兴的人民中国当今世界书 这是马亚博士采访多位学者和企业家的一本访谈录 而本周的主题那就是中国战略以柔克刚 那么马亚在这本书里面收进了一篇访谈的是乔良 乔良先生也是国内外著名的一位战略学者 他是国防大学的教授 而乔良在这篇访谈录里面更多的谈到的 就是当代中国的战略 那么乔良虽然是一位军方的学者 但是在这篇访谈里面的他更多的不是从战略 就是我们传统意义的战略军事战略的角度 更多的我想还是从超限战的角度 因为乔良先生也是超限战的作者 他提出他本人认为在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 是哪一个事件呢 是1971年8月 当时尼克松总统任内 美国宣布美元从此和黄金脱钩 那么从此开始了美国以美元霸权 来支配世界 来掠夺全世界财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实际上是已经持续到现在 也就是说乔良先生非常重视美元的霸权的作用 他把他称为 他和一些中国的学者 把这个定为所谓这个币源政治 币就是钱币的币 钱货币的币 这个币源政治讲的就是美元的霸权定位 他这个分析了美国人如何以这个美元作为一种手段 这个先是这个投资美元到某些这个比较相对落后的这个地区 等这些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了 那么他在这个利用美元加息的这个机会 使美元又这个流回美元 以这样的方式呢 在掠夺而且成功的掠夺好几次那都是大规模的巧取好夺 比方说这个上世纪这个60年代这个在拉丁美洲 上世纪这个90年代在这个东南亚 但是当美国想用这一套方式来对付中国的时候呢 他却获得了获得的不是成功而是这个失败 因为这个美国在这个中国遇到的是一个跟拉丁美洲 跟这个东南亚完全不同的一个对手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今天世界是各国 当然都还是普遍把美元作为自己的外汇的 这个主要的一个储备货币 而中国又是世界上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 那么但是这个情况的话 就使得这个美国可以说这个美国这个星星就非常复杂 他如何才能够把中国的这个美元再拿回来呢 那么然后这个乔梁先生这个很精确的这个指出了 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大国 而美国的制造业是不断的这个在衰落 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为什么这个川普一直要打击中国的这些公司 当然川普打击的不仅是中国的制造业 他打击的也是包括中国的这些高科技的一个企业 因为一个美国实际上在多方面已经对中国都不具有优势了 包括在高科技领域都不具有优势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如何才能够来这个战胜中国呢 乔梁先生去年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新冠肺炎还没有爆发 中美关系也没有恶化到现在这样的一种程度 但是他所看到的 美国试图以各种方式来打击中国 他已经都看得很清楚了 那么所以乔梁先生在谈到这个中国战略的时候呢 他用了一个字来形容叫做熬 这个熬你可以是煎熬的熬 但是也有一个字就是说 我说这个熬字是反映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 就是以柔克刚 中国不会跟美国去硬碰 因为中国已经在和平的环境里面发展了这个40多年了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的这个国家 而且中国还在持续地发展 从今天这个情况来看 到目前为止 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当中 只有中国的经济是增长的 而美国的这个经济呢 是持续地这个在负增长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不断地在挑衅中国 不断地在这个 用想办法 想要使这个中国犯错误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这个战略就要有一个特点 就是以柔克刚 我不跟你硬碰 我只要能够坚持下去 那么最终中国在经济 在高科技领域的话 都要最后都会领先于这个美国 那我们我用这样的话来作为一个结尾 那就是谁笑到最后 谁才是笑得最甜的 今天的第二部分 我们要关注的是 广受关注的TikTok交易案 在美国出现了柳岸花明的前景 TikTok交易案经历一波三折后 出现进展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0号 批准甲骨文沃尔玛和字节跳动的交易 根据交易方案 TikTok的总部将留在美国 双方将成立新公司 TikTok Global 新公司将负责TikTok的营运 对它的安全性进行监督 特朗普透露 新公司很可能设在德州 将新增2.5万个职位 他还表示新公司将为美国教育基金 捐出50亿美元 但字节跳动随后澄清没有此事 根据交易方案 TikTok Global会开启新一轮 不超过20%比例的融资 供甲骨文和沃尔玛优先认购 美国公司在TikTok Global 只持有部分股权 字节跳动仍然继续控股 同时该交易也不涉及 技术及演算法的转让 不过最终协议还仍需依据法律 获得中国相关部门的批准 此外美国商务部宣布 将原定9月20号起 禁止下载和更新TikTok的期限 推迟至9月27号 在白宫 也就是在川普总统本人的权力的打压下 TikTok的交易案 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也可以说是三重水赋 但是现在是柳暗花明 那么TikTok 因为广受美国青少年的欢迎 这样的一个游戏 这样的一个 其实是搞笑的 这样的一个视频平台 它怎么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但是川普就一口咬定 这样的一个平台 视听的这个平台 它就是在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那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恐怕更在意的 特别是美国那些大公司 更在意的不是什么美国国家安全 而是这样一个游戏的视频的平台 为什么是由中国人 是由一些中国的创业资本 中国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家 是由他们在主导的 他觉得是抢了美国的饭碗 这里面当然有生意 有竞争方面的考虑 当然川普一切是为了他竞选考虑的 他甚至曾经说 这个交易案完成之后 白宫要收钱 现在他也不提这事了 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TikTok可能是从一开始的震惊当中 逐渐地缓过劲来了 那么我相信也有一些法律专家 在给他们支招 因为TikTok你不能够就这样 屈从于白宫的压力 然后就缴械投降 那么就把自己卖给 就把在美国的业务 就卖给了美国的公司 不管是沃尔玛还是微软 还是现在说的甲骨文 总之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么TikTok它就完全变成了一个美国的企业 而且字节跳动还要把相关的核心的技术 也要一并地转卖 所以结果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谈判之后 我们看事情确实发生了一个变化 也出现了一个转机 那么原来我们说可能的结果 就是可能是TikTok 就完全被美国收购了 那这将是一个对字节跳动 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 那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一输一赢了 美国赢了 这个中国输了 结果不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看起来双方经过这个不断的谈判 那么最后这个局面 我觉得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 TikTok呢 这个依法也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美国的青少年仍然可以继续享受 继续在玩这个通过这个视听那个平台呢 打发他们在现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 所过的这种无聊的这个日子 而且就算是疫情过去了 这个TikTok肯定还会在美国 还是会继续这个受到这个广大青少年的这个追捧 而我们看到这个根据现在相关的一个报道 这个甲骨和这个沃尔玛 在这个新成立的这个TikTok Global这个公司里面 实际上他们的控股最多也就是20% 而且相关的技术也都不会转让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一方面川普可以说 他说这个交易案是在我的主导下 这个完成的 这个以后这个TikTok 它就成为一个美国的公司了 而且它未来还要在美国上市 同时这个川普也不忘提醒大家 这样的一个公司 新的公司如果设在这个Texas之后呢 还会为当地创造两万个这个新的这个职位 它都是一切都从这个 为自己的一个拉票来着想的 但是我从这里看到的是 为什么这个案子在国际上广受关注呢 因为我们说这个第三方 我们说这个美国以及中国企业之外的 这个第三方在关注的就是 目前围绕的你像华为 华为这个案件呢 可以说已经是告一个段落了 因为美国方面已经开始实行了 对华为的这个禁运 这个芯片的这个禁运 华为必须是自力更生 当然这个自力更生 可以不仅是依靠自己 也要依靠这个中国其他的 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企业 一起这个联合来发展 那么甚至这个 而且华为事件呢 也促进了这个中国 只要有 要必须要利用中国体制的这个优势 即使要耗费比较长的时间 要这个耗费巨资的话 也必须要逐渐地做到这个芯片的国产化 不能再受制于人 因为华为被美国制裁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案例 那么我们看到华为之后呢 又看到了这个TikTok TikTok这个世界国际上关注的 就是它没有出现这个一边倒的这个局面 就是一边倒有利于美国 或者一边倒是不利于中国 我们说当然不是对这个国家而言 因为TikTok它是一个民间企业 但是它是有象征意义的 对吧 因为类似的企业不止一个 然后我们看到现在说这个微信 美国这个川普又在对这个微信又在下手了 微信虽然在美国的用户这个数量远远不及TikTok 但是呢它微信 我们说这个WeChat 它跟TikTok不一样 TikTok它是一个舆论 而这个微信呢 它是一个通讯的软件 它不仅是人们这个私人通讯的软件 它实际上在这个 无论是在美国国内 在中国国内就不用说了 然后在中美之间呢 它这个企业的 这个日常业务当中呢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这个通讯的这个角色 那么如果美国禁用这个微信的话 一方面它会给美国 因为美国的这个微信用户主要是华人家庭嘛 不管他们是不是已经入籍美国 总之就数以百万计的这个美国的华人家庭 还有在美国读书的工作的这些中国人 他们都广泛的这个使用这个WeChat 就是微信 如果不让他们使用的话 会给他们带来非常大的不便 然后我们看到呢 就已经有美国的这个华人 利用法律 也是利用法律武器 就像这个TikTok一样 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 美国加州的一个地方法院呢 已经颁布命令 就是这个禁止实施 美国商务部有关这个禁止使用微信的 这样的一个法令 那么这个是目前还是有效的 所以未来这个美国这个商务部 能不能如愿以偿 全面的一个禁止在美国使用这个微信 而且这个所谓全面禁止是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手机上 这个微信就不能够在 就微信就必须下架 那么这个事件呢 它现在还在持续的这个发酵 但是这个TikTok的在美国这个交易案呢 它还是给大家一个启示 就是可以通过相关企业 那么根据这个相关的一方面用这个法律来保护自己 一方面这个像类似这样的这个纠纷呢 不应该是以一方全赢一方全输作为一个结局的 最好的结局还是像目前TikTok的交易案这样的 就是大家经过协商 经过这个谈判 那么最后能够取得一个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这样的取得这样的一个协议 取得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然这个微信跟这个TikTok的情况不一样 虽然是不一样 但是我想这个TikTok的这次交易案的这个成功 或者是初步的成功 它还是会给我们一个启示 它不仅是给相关的这个企业一个启示 它包括对于中国现在跟美国正在展开的 这样的一种全面的这个对抗也好 博弈也好 从我们这个普通一个老百姓 我们这个媒体人的这个观察也好 这个TikTok的这个交易的初步成功的话 我想都有很重大意义 我觉得它甚至是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中美两国的 这种所谓的这个全面对抗的话 不应该发展成一个一方输一方赢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局面 今天第三部分我们要聚焦的是 俄罗斯官方公开指责西方在白俄罗斯制造颜色革命 白俄罗斯总统选举引发的动荡人为平息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石金9月16号表示 根据情报 美国企图露骨地在白俄罗斯发动一场颜色革命 他指出 仅从2019年至2020年初 美国就向各类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大约2000万美元 用以组织抗议活动 抗议活动开始后 美国则提供了更多资金 纳雷石金表示 美方用这些钱资助一些社交网络账户 并派遣所谓经验丰富的教官 在欧洲国家为白俄罗斯反对派人员 提供非暴力抗议的培训 此外美方还把与卢卡顺克竞争的候选人 及其他反对派人士纳入意下 把这些人推为人民的领导人 有俄罗斯专家指出 向白俄罗斯施压 在其内部制造混乱的这一出剧本 控出自美国之手 而立陶宛和波兰 则是美国剧本的关键执行者 苏联解体之后 原来的国家安全机构 就是克格勃分成了两家 一家是对外情报局 一家是对内情报局 纳雷石金就是现任的 对外情报局的局长 他很少在媒体亮相 但是这次公开的通过媒体公布消息 说是西方主要是美国 在白俄罗斯制造颜色革命 我相信作为一个对外情报局的局长 显然俄罗斯这个情报机构 已经掌握了相当多的证据 因为最近十来年 可以说俄罗斯的情报机构 一直是在跟这种颜色革命 在做一种对抗 俄罗斯也发生过多次 这种据俄罗斯官方说 都是受到西方支持的这种颜色革命 但是都没有成功 那么另外在俄罗斯周边的国家 也就是前苏联的范围里 一些像在乌克兰颜色革命 发生了两次 那么第二次颜色革命 那么它的成果是延续到了现在 另外像在一些小国 像亚美尼亚 格鲁基亚 甚至中亚的一些国家 都发生过颜色革命 因此颜色革命对于俄罗斯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 而现在发生在俄罗斯的情况 更使俄罗斯产生了高度的警惕 因为这一切的手法 对俄罗斯情报机构来说 他们都很熟悉 比方说西方的情报机构 当然它不会公开出面 一定是利用某些外围的组织 比方说一些非政府组织 那么然后刻意地培养 白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 当然颜色革命能够发生的 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是有内部的原因 白俄罗斯因为近年来经济不景气 另外卢卡申科长期的执政 那么使一部分民众产生了不满 这是一个内因 那么内因和外因结合起来 那么西方 特别是西方的情报 结果又利用这样的一种 部分民众的不满 甚至是强烈的不满 那么然后加以推波助澜 那么在这方面 西方可以说已经是做得 相当的驾行就熟了 一方面是资金的资源 另一方面就是培养 人员的培养 因为相对来说白俄罗斯 他国内的监控也是比较严格的 但是实际上这几年 白俄罗斯的反对派 一直是在半公开的活动 卢卡申科本人在这方面 他一方面他对颜色革命 他有警惕 但是一方面他其实经验不足 或者他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 他跟反对派之间 其实一直是有联络的 包括西方刻意培养的 吉哈诺夫斯卡亚 就是原来也是白俄反对派的一个领袖 他这次要参加总统竞选 就是吉哈诺夫斯基 但是后来白俄罗斯政府把他逮捕了 所以吉哈诺夫斯卡亚 一位家庭主妇就替夫出征 出来参加竞选 也获得了将近10%的选票 当然这是不足以使他当选 然后在卢卡申科的安排下 他去了立陶宛 那这里面我们看出的 这个根据媒体的报道 实际上在白俄罗斯的 这个颜色革命当中 他的几个邻国 特别是波兰 还有这个立陶宛 还有乌克兰 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这个波兰 因为波兰在历史上 跟白俄罗斯是有这个渊源的 这个白俄罗斯的一部分 曾经也是这个波兰的一部分 那么所以现在呢 这个俄罗斯的媒体注意到 就是在这个 这次为什么波兰和立陶宛 如此热衷于这个 支持白俄的这个反对派 他们还有自己领土方面的要求 他们希望这个白俄罗斯变天 成立亲西方的这个政府 然后呢 波兰就可以拿回 他认为是属于他的这个 一部分这个领土 这个立陶宛也有同样的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白俄罗斯目前这个形势呢 他一牵涉到和他周边 这些国家的关系呢 就确实是一个相当的复杂 那么包括乌克兰 我已经在别的节目里说过了 乌克兰跟卢卡申科之间的关系 也是非常寻常的 以至于当乌克兰公开支持白俄的 这个反对派之后呢 卢卡申科就非常的痛心 他说乌克兰兄弟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 显然在这个乌克兰当局看来 要如果要推翻 卢卡申科政府的时候 他们不会想到这样的 所谓兄弟情谊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 为什么俄罗斯如此 关切白俄罗斯的这个形势呢 这个原因也非常简单 因为白俄罗斯如果出现像乌克兰那样的情况 变天 卢卡申科下台 出现了一个由西方支持的领导人 出现了一个亲西方的政权的话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 它现在已经是面临着历史上最危险的 这样一种安全的局势 它跟自己的对手之间 已经基本上已经没有缓冲了 如果再加上一个白俄罗斯 而且白俄罗斯如果变天之后 也加入北约 即使这不是现在的事情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个局势实在是太严重了 绝对不能够忍受的 当然这个白俄罗斯跟乌克兰很不同 这个白俄罗斯的这个内部 这个反俄情绪不严重 很多民众要求这个变天 但是并不要求 并不反俄 那么这也是 这也是俄罗斯现在在这个 介入白俄罗斯的形势的时候 可以充分利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因素 看来现在这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今天那个不仅是这个 政府高层之间有紧密的合作 因为卢卡申克上周访问了这个莫斯科 获得了这个俄罗斯政府 15亿美元的紧急这个贷款 两国的军队 军队有紧密的很多 两国的情报部门 肯定也有这个紧密的合作 因为目前这个白俄罗斯这个形势呢 它不仅是以白俄罗斯 作为一个局限的 这里面牵涉到这个俄罗斯与这个西方 特别也牵涉到 比方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博弈 我们看到俄罗斯这个反对派的这位人物 纳瓦尔尼不仅这个苏醒了 而且现在在逐渐的这个康复了 这个我注意到俄罗斯媒体报道说 这个诺维乔克这种这个致命的 这个神经毒气的 这个参与研发的 一位年纪已经比较大的 一位这个科学家 他说如果纳瓦尔尼是在 这个奥姆斯克鸡这个酒店 这个被下毒的话 他说他不可能活着走出这个酒店 另外他说呢 根据从这个媒体上 获得的一些信息的话 纳瓦尔尼这个中毒的症状呢 也跟这个诺维乔克 中毒的症状也不同 但是呢德国医护雅丁 这就是俄罗斯政府做的 而且这就是诺维乔克这个中毒毒 这个问题跟北溪二号又联系起来 我们上个星期也讲过 所有这一切围绕着这个白俄罗斯 这个形式啊 他还在这个持续的发酵 但是有一点我想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俄罗斯政府 肯定会以他自己的 强大的这个能力 来反击这个和平革命 颜色革命 绝不允许颜色革命 在白俄罗斯发生 因为这已经涉及到 俄罗斯的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今天我们漫画中 出现了死神的阴影 他带走了美国最高法院 大法官金斯伯格 他是一位自由派人士 那么为了争夺他的遗缺 那么而且要利用这个 如何任命他的继承者 就成为拜登和川普之间的 在这个选举战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筹码 目前这个还在发展 谢谢大家收看 时时亮亮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接着为您播出 为柴动力 凤凰大事也